以色列推出新型电子战系 据外媒报道 近日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 发布名为天蝎座的系列新型电子战系 该系统能有效应对路 海空多种威胁 并能同时针对不同方向 不同频率的多批次目标 实施电子干扰 实现电子战技术的革命性突破 报道称 天蝎座电子战系统创造性的将有源电子扫描 阵列技术运用到电子战领域 工作原理与相控阵雷达系统相似 计算机系统通过对电子波数的控制 实现对目标区域的大范围扫描与监视 构建起电子防护罩 当电子战系统发现威胁目标时 通过发射定向干扰波 遏制其通信 导航 雷达等系统正常运行 达到防护目的 由于每个收发模块均能独立工作 该系统能同时干扰多个不同频率目标 天蝎座电子战系统包括陆基型天蝎座G 舰载型天蝎座N 机载型天蝎座 SP和训练型天蝎座T 舰载型主要负责对潜在威胁 进行早期监视和定位 有效拒止反舰导弹 无人机等目标的攻击 机载型搭载在电子吊舱内 可对任务区域内的空地预警雷达 实施干扰 掩护在机空中行动 训练型主要用于训练评估和系统测试 模拟多种陆基威胁 构建复杂电磁环境 为飞行员提供电子战训练条件 近年来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高速发展 武器系统越来越依赖 网络信息技术支持 作战双方在电磁领域的争夺 愈发激烈 以色列天蝎座电子战系统 实现技术兼容 为其他国家的相关设计 提供了新思路